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食肆趁着五一黄金周 特意在内地平台卖广告 又推出多项优惠 预计生意有三成以上的增长 效果其实都挺显著 订桌 入座率 或者walk in 其实都来得挺理想 黄金周我们入货都有入多了平时的50% 有现在市令的海淡 或者市令的山号 或者是当做的雨 其实都挺受欢迎的 旅议会预料这个黄金周来香港的60万人次 大约八成是自由行 第一日只有68个旅行团 比起疫情前近200团相距甚大 自由行的旅行 现在他们去的地方不是真的集中了 西安大道 不是集中了一个什么景点 他们真的很多地方去 甚至我们自己都未必会 透过那些网红 或者透过那些媒体上的分享 介绍 他们真的去到很多地方是比较深度的 即不同我们想象中的旅行团 他又说除了旅游业 餐饮 零售业界对今次黄金周充满期待 政府和各界有能力应付今次旅客高峰 毛线纸记者一流进入不得 在澳门 黄金周假期第一日 截至昨晚9点 一共有47万8千人次经国口岸出入境 其中入境旅客近10万3千人次 游转澳门记者黄慧知不得 五日黄金周假期开始 在关习口岸出入境人流比平日多 有内地的游客说过关过程顺畅 留到1号走 然后去的话每个景点都去一下吃一下东西 有来自海南的游客计划在澳门玩完之后再到香港 在中区碰水池一大 人流明显增加 不过仍然有不少的店铺关门 澳门旅游业会预计 五日黄金周期间 日关最高旅客人数有机会突破 今年9万6千人次的日境旅客记录 但只是恢复到疫情前7至8成左右 航班的恢复其实都是可以说 无论我们的海运或者我们的空运 其实都是恢复在疫情前的大概是六成左右 因为本身都是在这个人力资源的问题 变了来说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这些交通的运力问题 其实恢复速度是要慢慢来的 澳门警方博会和内地和香港相关部门 沟通三地出入境情况 呼吁市民和旅客错峰出行 和会视乎市面的人流情况实施人潮管制措施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在北京 多个景点门票预约额满 不少游客扑空 广州也有不少市民趁五日假期出行 有研究机构预计 全国五日长假期有2亿4千万人次出游 超越疫情前的水平 五日假期第一天天安门广场闭门游客 国家博物馆门外出现人龙 黄虎井一带也都实施人潮管制 附近道路交通制塞 著名景点天坦公园采用十名登记预约 假期所有时段在三日前已经压满 也都有不少旅客扑空 结交日期间肯定是人多 这能理解 由北京市民就说欢迎游客 会避开人多擠逼的地方 人多代表生机勃勃 这个国家很有朝气 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 大家都是这种好久没有出院了 所以外地人特别多 所以我们就在家附近走一走 就好了 也不增加别人的负担 北京市当局预计 全市在五一届期期间 接待885万人次旅客 比2019年同期增加3% 呼吁游客要提前预约 和尽早规划行程 在广州南站 一早就见到不少人 一家大小拖着行李入站 车站大堂人山人海 有一家三口准备去香港玩四日 订了1500元一晚 位于天水围的酒店 太多人冷 酒店都订不上 我们订到了天水围那边 好远好远 好贵好贵 也有广州民众 准备去长沙四日游 我们四月初的时候已经订阅 那时候都要3600元 正常其实是几百元 内地五一假期 由星期六开始 去到下星期三结束 广州交通部门早前月差 五一期间单是广州南站这里 的军度法就超过70万人次 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 五日长假有2亿4千万人出游 比疫情前更多 创造1200亿元人民币以上旅游收入 母线第四驻 广州记者邓杰盈录道 转听国际消息 美国警方仍然在追捕一个男人 说他涉嫌在德克萨斯州开枪杀死5个鄰居 包括一个8岁男童 直升机在上空盘船协助搜捕疑犯 联邦调查局也派完调查 38岁疑犯奥罗佩萨 家住在德州休斯敦以北 大约90公里的小镇克利夫兰 他被指在星期五深夜追走之后 持AR15型步枪在自家前院外面射击 邻居要求他停止开枪 以免扰人清蒙 但是疑犯未有理会 更加向邻居屋里面开枪 当局说屋里面当时一共有10个人 有半数人死亡 全部是颈部以上中枪 两个在睡房的死者 押住两个小朋友 相信是尝试保护他们 另外两个死者在前门 而遇害的8岁男童 在另一间房被找到 相守其后向附近重林逃去 苏丹战事进入第三星期 卫生部说 累计至少128人死亡 近似1600人受伤 联合国住苏丹特别代表说 交战双方有意谈判 已经已定谈判代表人选 多国家紧撤桥 美国说已经护送美国公民 抵达东部苏丹港 准备撤到沙特阿拉伯吉达港 苏丹政府军和半军快速支援部队 新一轮停火协议 在当地星期日午夜才戒门 但双方战斗一直未停过 星期六晚在首都客土木市中心 接近政府军总部 和总统府的范围击战 而连近客土木的因图曼 亦都爆发冲突 半军宣称在当地击落政府军一架战机 又指控政府军先发动集击 政府军没有回应战机被击落事件 只是说半军违反停火协议在先 政府军一直致力结束这场叛乱 联合国驻苏丹特别代表佩尔特斯说 冲突双方近期对谈判的态度 有软化迹象 已经有谈判代表人选 可以到南苏丹首都珠巴谈判 但能够成行 仍然存在实际问题 连日陆续有苏丹民众和多国桥民 涌到东部苏丹港争取离开苏丹 逃避战火 多国也都继续加紧撤桥 目前经有十几个国家调动战机 军艦和地面人员 秦海、陆空三路撤走桥民 估计有大约16000个公民在苏丹的美国 继前星期六派特种部队 到客土木撤走大使馆人员 以及其他美国政府人员 并关闭大使馆之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证实 一批美国公民 美国政府雇用的苏丹人 以及盟国的公民 已经由美国政府安排的车辆 接载到达苏丹港 又说美国政府会协助他们 前往沙特阿拉伯西部吉达港 有美国官员透露 由美方无人机护送 再有200至300个美国人的车队 前往苏丹港 但港口并没有美方政府人员协调 撤离人士可以寻找 开往吉达港的船隻 上船离开 美方司令管人员会在沙特接应 另外有美国公民 搭乘阿联邮等其他国家的飞机 离开苏丹 部分人已经抵达阿联邮首都阿布扎比 无线电视机者陈淑宜报道 解放军完成在苏丹的撤桥行动 四日来将超过1100个中国和外籍人员 送抵沙特阿拉伯的吉达 而第一架接载中国公民撤离苏丹的专机 返帝北京 首架专机载着343名中国公民 包括中资企业工作人员 和孔子学院老师等 经过近10个小时的飞行 由沙特阿拉伯西部吉达 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终于到家了 感受最深的还是中国军舰跑去接我们 感觉到这个祖国对我们的关心 心里面特别的这个暖暖的 这次撤离行动来得非常急 认为非常重 但是大家都是不辞辛劳 包括央企国企都参与进来了 从苏丹紧急撤离的中国公民呢 经历了战火 又辗转通过陆路上的转运 海路上军舰的转移 直到从沙特吉达坐航班 终于回家了 中央电视台报道 最大部分中国公民 已经由苏丹安全撤走 中国驻苏丹市馆 将未仍然留在当地的 少量中国公民 提供一切必要协助 而执行撤离任务的 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艦 南宁舰 综合补给艦 微山湖艦 将第二批由苏丹撤离的人 包括中国公民 以及巴基斯坦 和巴西等国人员 送到吉达港 国防部说 军方完成在苏丹的撤离行动 在中国驻有关国家 使领馆的协助下 海军南宁舰 微山湖舰 于北京时间4月26日至29日 从苏丹港撤离 940名中国公民 231名外籍人员 至沙特吉达港 外交部早前说 已经安全转移1300多名在苏丹的中国公民 包括两名香港居民 无线电视记者 曾为三博道 有时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香港一直提倡商建共用理念 有大学就设计模组化工具式以枝 提升残疾人士的活动能力 协助他们融入社会 这个可以切东西的 就是按住它 接着就切 岑幸福在2003年一次交通意外 失去左手前臂 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 为他设计一套模组化工具式以枝 帮助他在日常生活里面 能够做到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 亦建立资料库帮助其他残疾人士 我们只要做一些微调 那些长度、角度 其实就可以被不同人用到 其实我们一路做 可能不同工具 可能十几款、二十款 那这些工具全部会变成一个library 我看到他们这么有心 帮我可以 让我自己可以做到自己很想做的东西 我就更加老的 用一些工具去做更多东西 去给更多的同学人看到 原来我们可以充满无限可能 他和研究团队也走入校园 和学生分享设计意志工具的经验和知识 这间中学也将项目列入校本课程 透过双建合作培养学生的同理心 现在是在做一个单车的意志 那时候其实阿富都本身有个单车的意志 他那时候有说到 其实这些单车的意志是比较重的 我当时想的就是 尽量要减轻这个意志的重量 希望继续改进这个意志 给他作使用 有更好的使用体验 我们平时可能搞讲座 和嘉宾之间的距离很大 但他们今天在课堂里 阿富也都亲身周围去问一下同学 同学又跟他聊聊天 其实他们又了解阿富多一点 同学经过这次 他们应该建立了这个同理心 希望他们继续发展下去 这样日后会否更加帮助更多人 研究团队期望能够和更加多的学校合作 进一步推广双见共用的理念 母线列治记者林可欣报道 MIRROR演唱会事故里面 重伤的舞蹈员李启言 仍然不能够自主地站立 继续要依靠福康而弃行路 李启言爸爸李胜林 在最新一封代讨讯里面提到 早前分享影片 见到个儿子学行路 是借助外骨隔仪器 不是由自己主控 又提到个儿子 每转换到任何地方 都需要调机帮助 李胜林说 早前医生提到 个儿子的身体有百分之九十银 不能够完全得到医治 只有百分之银可以完全康复 国际方面 断交七年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中方滑船下复交 外交部官员透露 速成沙伊复交是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部署 支持两国发展目论友好关系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洋 星期五访问黎巴嫩贝鲁特的时候 已经和沙特外交大臣废萨尔通电话 双方同意在未来几日内 就从开伊朗驻利亚德 以及沙特驻德克兰大使馆展开工作 未有透露具体日期 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七年 上个月在中国或船下 在北京达成和解协议 今个月6日 沙伊两国宣布即日起伏交 参与其中的外交部 阿非施司长黄迪 近日接受《人民日报》专访 透露速成沙伊伏交细节 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12月国事访问沙特 今年2月接待访华的伊朗总统莱希 期间习近平亲自做两国元首工作 支持沙特伊朗发展目论友好关系 在舷船两国对话 推动伏交进程中 中方发挥不偏不倚 公正平衡的调解人作用 好像两国代表上个月 在北京会谈之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黄毅 在会谈闭幕式合照的时候 分别握着沙伊双方代表团团长的手 象征沙伊关系在中方支持下破兵 到今个月初 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 见证废萨尔和阿卜杜拉希洋 签署联合声明的时候 三个人的手紧握在一起 象征沙伊关系容兵 黄毅也提及中国长期致力推动 中东地区问题政治解决 促进中东稳定和发展 未来会继续做支持中东和解 和平和谐的力量 网线电视记者陈慧山报道 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黄毅说 改革联合国安理会需要坚持公平正义 黄毅星期六在北京会见第77届 是联带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机制 共同主席霍威特上驻联合国代表 巴内依和奥地利的代表马直克 说安理会改革要增加 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让更多中小国家有机会参与安理会决策 希望共同主席引渡各方排除干扰 会聚共识推动改革 巴内依和马直克赠赏中国 致力加强联合国作用 坚持多边主义 愿意与中方等国会员国 加强沟通协商安理会改革 俄乎战事超过14个月仍然交着 乌克兰说俄军未有停止攻击乌方平民 而俄罗斯就指控乌方 袭击俄罗斯境内的村庄 造成平民伤亡 又用无人机攻击克里米亚储游设施 一直否认在乌克兰杀害平民的俄罗斯 在顿列慈克控制的一个地方 同日也有至少五栋民防被摧毁 多人受伤 有自称是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代表的人员说 是乌军用美制凯马斯多管火箭施击 而在前一日俄军大举襲击中 伤亡最惨重的中部城市乌曼 有民众都被导弹击中的住宅大楼附近 向死难者致哀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 星期六继续谴责俄方攻击乌曼 说当地总共有23人死亡 包括6个儿童 污方誓要撕袭的恐怖分子和杀人犯 尽快受到惩处 无线电视机者陈淑怡不道 英国一个野生雀鸟组织招聘人手 去到南大西洋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工作13个月 年薪折合大约26万港元 主要工作是做些什么的呢 一起看一下 位于南大西洋的哥夫岛 是英属海外领土 没有尝住人口 但住了800万只野生雀鸟 包括特岛顺天雍和哥夫岛 雀等这些贫疑甚至极疑的雀鸟 这里距离非洲大陆大约2400公里 和南非开普敦隔开相望 哥夫岛上没有机场 从南非坐船要7天才到达 是世上最偏远的地方之一 由于岛上做鸟类保育工作的 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 一名工作人员将在9月离开 协会正招聘人手到岛上工作13个月 人工介乎25000英镑到27000英镑 折合港币大约24万到26万元 主要工作是长期追踪各种海鸟 有意认证的人需要有科学相关学位 具有处理和监察野生动物或者雀鸟经验 并且需要良好适应在具挑战性和偏远的 亚南极环境生活 获聘之后还要面对多雨 强风等极端天气 以及忍受无法食用新鲜食品 当地星期日截止申请 无线电视记者陈慧山不读 各位早晨,我临可迎 医管局预计 五一假期和之后一两天 急症室将会持续繁忙 近日每日有超过6000人次求诊 呼吁病情轻微的市民考虑其他求诊方法 受新冠和流感两种病毒夹击 医管局说近日急症室求诊人数处于高水平 连续多日超过6000人次 星期五更加有超过1100人 经急症室入住内科病房 在我正在医院 可能超过一成来说 一至两成都是跟新冠和流感有关 大部分的情况不是十分严重 我们经过治疗病人都可以回家 如果病情比较轻微 但他都觉得需要求诊的人士 请他们考虑一下用其他的途径求诊 例如普通科的门诊 或者私家医院的私家医生诊所求诊 来减轻我们急症室的压力 他预计五一假期和假期完结后一两天 急症室仍然会比较繁忙 而过去一个星期 有28人因为流感死亡 也有两个小朋友感染流感后 分别出现幽黑和脑病变 政府专家顾问孔凡毅说 流感和新冠都仍然未到顶 流感都未到高峰 可能还要过多一两个礼拜 签证叫做去到最高点 就开始会回落 至于新冠还要久一点 可能去到七、八个星期才静到高峰 然后才会回落 新冠新变异株Octurus 近日已经成为美国第二主流病毒株 孔凡毅说不排除本港相关个案会上升 提醒感染后较容易引起眼部发炎 建议市民如果有病症 要尽早找医生确认防止病发症 无线理事记者叶子外报道 开心香港活动昨天展开 包括30元看电影 和一年两天在湾仔会展举行的美食市集 其中遇留在即场派发的小量美食市集门票 昨天中午已经派了 开心香港的旗舰活动 是在会展举办的美食市集 来的人多 市民要在场馆外分流入场 主题是环球、华夏和香港地道美食 有牛丸、白灼虾、弹他饼 托托尼都75元一个 很大一个 直到我们两姑娘都 三个人都吃不完托托尼 有这些福利都挺好的 人都开心一下 都是正价的 我估计它都是差不多的 不过开心就试一下 都可以 如果多点热食会好一点 这些档口没有那么多物品选择 价钱都如果以这里来计算 都算一般 但如果比起工展会 工展会更便宜 房屋局局长何永然也和同事来到 HAPPY HONG KONG 一定要来支持这个 这么开心的美食展 你看到今天 每个人进来都是笑容满面 吃了一粒很美味的牛丸 很多汁 场内有不少食品出售 人称投诉王的安仔都有战利品 买了一罐头 我鲍鱼又有海森又有 鱼猪又有 那你对于这个安排 会不满意 有没有投诉 没有投诉 没有投诉 非常香滑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主持开幕礼之后 亦都亲手冲奶茶和做鸡蛋仔 开心香港另一个活动 是全港戏院日 差不多所有电影戏票 唯一三十元 是很开心的 三十分这么大 很难得 还有可以和朋友close多一点 我给他100分 下次叫政府多一点 不要只钱这么少 不用人家这么辛苦 戏院商会表示 截至中午全港已经出售 超过二十万张戏票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在广州 不少市民趁银一假期出行 预计外游和到访当地的旅客 将会较去年增加四百多万人次 由驻广州记者邓杰盈报道 在广州南站 一早就见到不少人 一家大小拖着行李入站 车站大唐人山人海 有一家三口准备去香港玩四天 订了一千五百元一晚 位于天水围的酒店 也有广州民众准备去长沙四日游 我们四月初那时已经预计了 那时都要三千六百多元 正常其实是几百元 而且长沙属于二三线 即新一线情市 其实它的价钱其实不会那么贵 内地五一假期 由星期六开始去到下星期三结束 广州交通部门早前要差 五一期间单是广州南站这里 军导法就超过七十万人次 无视电视住宏收记者 邓杰盈报道 在北京多个景点门票与约额门 不少游客撲空 有北京市民就说欢迎游客 认为人多是好的现象 有研究机构预计 全国五日长假期有二亿四千万人次出游 超越疫情前的水平 住北京记者陈卓康去看过 五一假期第一天天安门广场 闭门游客 国家博物馆门外出现人龙 皇府井一带也实施人潮管制 附近道路交通制塞 著名景点天坛公园采用十名灯的预约 假期所有时段在三日前已经压满 游客有聚牌队入场 入口有职员举牌和广播 提醒要出示预约证明和证件 我外界是外地人 然后第一次来感觉挺好挺好的 也都有不少旅客撲空 昨天已经预约了 昨天来的时候刚好下雨 就刚刚进去就出来 出来我们想今天再来试试看能不能进 但是现在事实上不让进去 这边节假日期间肯定是人多 这能理解 故宫约上了 但是因为我们六个人 有一个人没有约上 然后我们就没有去找 由北京市民就说欢迎游客 会被开人多擠逼的地方 人多但是代表这个什么 代表这个生机勃勃 这个国家很有朝气 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 希望是应该是年年如此 其中一块休假 这样造成交通住宿有很多不方便 我觉得应该各个省轮流的放假会更好一点 这样的话又利于大家出行旅游的体会会更好 大家都是这种好久没有出院了 所以外地人特别多 所以我们就在家附近走一走就好了 也不增加别人的负担 北京市当局预计 全市在五一届期期间接待885万人次旅客 比2019年同期增加3% 呼吁游客要提前预约和尽早规划行程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陈聪康报道 内地网上近日传出 多只在中国生活或者旅居美国的大红猫身体情况欠介 中国大红猫保护研究中心说 全部属于谣言 又说民众将大红猫过度以人化 会影响正常致养工作 内地社交平台近日有网民上载片段 说旅居美国的大红猫尾香覆水严重 导致行路都有困难 另一只旅美大红猫添添 亦都被指不肯吃饭 情况令人担忧 至于两只在中国生活的大红猫 林冰和林洋近日失踪 吉众网民要求大红猫保护研究中心回应 中国大红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声明回应 林洋和林冰在非参观区居住平安健康 至于添添和微香身体情况整体良好 中心说理解民众对大红猫的爱 但是必须清楚认识 大红猫是野生动物 是猛兽 大红猫自养管理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工作 就算是专业人士 亦都不可以单凭网上诊证 就可以判断一只大红猫是否健康 指出公众过度以人化和过度工程 会干涉正常的自养工作 中心又说对于有关大红猫所有的谣言 都感到痛心 说无论是否在公众的视线 大红猫都会受到精心照顾 呼吁外界科学理性看待 大红猫自养管理工作 又说虽然大红猫不懂上网 但是希望外界为它们 营造一个风清气静的网络环境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导 波兰查封在华沙的俄罗斯大使馆附近学校 说俄方非法占用官方资产 俄罗斯批评波兰违反国际法 声言会严厉回应 工作人员将一件件大小家司 由俄罗斯大使馆学校搬出来 波兰保安和警察在外把守 俄罗斯外交部发声明说 波兰当局冲入学校范围 目的是进行掠夺 认为是侵犯俄方在波兰的外交资产 公然违反1961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又批评波兰的做法粗魯无礼 超出文明跨国关系框架 俄方将会严厉应对 波兰外交部说 法庭已经证实学校所在的建筑物 是属于华沙政府被俄方非法佔用 波兰是依法办事 苏丹战事进入第三星期 卫生部说 累计至少528人死亡 近似1600人受伤 联合国驻苏丹特别代表说 交战双方有意谈判 已经议定谈判代表人选 多国家紧撤桥 美国说已经护送美国公民 抵达东部苏丹港 准备撤到沙特阿拉伯吉达港 苏丹政府军和叛军快速支援部队 新一轮停火协议 在当地星期日午夜才介门 但双方战斗一直未停过 星期六晚在首都赫土木市中心 接近政府军总部和总统府的范围激战 而轮近赫土木的殷图万也爆发冲突 叛军宣称在当地击落政府军一架战机 又指控政府军先发动集击 政府军未有回应战机被击落事件 只是说叛军违反停火协议在先 政府军一直致力结束这场叛乱 联合国驻苏丹特特别代表佩尔特斯说 冲突双方近期对谈判的态度有软化迹象 已经有谈判代表人选 可以到南苏丹首都珠巴谈判 但能够成行仍然存在实际问题 连日陆续有苏丹民众和多国僑民涌到东部苏丹港 争取离开苏丹逃避战火 多国也继续加紧撤桥 目前经有十几个国家调动战机、军艦和地面人员 秦海、陆空三路撤走僑民 估计有大约16000个公民在苏丹的美国 继前星期六派特种部队到客土木撤走大使馆人员 以及其他美国政府人员 并关闭大使馆之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证实 一批美国公民、美国政府雇佣的苏丹人 以及盟国的公民 已经由美国政府安排的车辆接载到达苏丹港 又说美国政府会协助他们 前往沙特阿拉伯西部吉达港 有美国官员透露 有美方无人机护送再有200至300个美国人的车队 前往苏丹港 但港口并没有美方政府人员协调 撤离人士可以尋找开往吉达港的船隻 上船离开 美方市令馆人员会在沙特接应 另外有美国公民搭乘阿联邮等其他国家的飞机 离开苏丹 部分人已经抵达阿联邮首都阿布扎比 无线电视机者陈淑宜报道 下 Missouri 下� 下马桥 下山 下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